这是我的神奇盒子 我叫洛桑 现在我要去圣克拉拉县的监狱 我已经去了六年了 这是监狱的围栏 我每次进去之前都希望抱有同情心 我会先冥想一下 很多人都说进监狱有不好的气息 但我是把他们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人 而他们也需要帮助 见到你真好 洛桑和我一起为这个项目工作两年了 我们相识的地方是监狱 我的主要工作是协调监狱的精神活动 帮助育友们增强信念 这是个保护性拘留所 属于中等警戒度 育友们之所以被管制在这里 是因为他们需要与其他育友隔离开来 坦白说 一个人被控性犯罪时 他会有强大的羞耻感 社会对这些育友的态度 是非常批判性的 非常严厉 通常情况下 这些人会与家庭朋友隔绝 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 现在试着平静下你的思想 不管你来之前为什么有所烦恼 都先把它放下 就做你自己 你的心平静下来之后 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下 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练习正念 我教授的这个项目叫做留心去等待 因为在监狱里每个人都在等待 我只想让他们等待的时间更有意义 少一点压力 Robert 你能读一下这个小纸条吗 用鹰枪哦 来参加这个课之前 我是第一次被捕 第一次进监狱 对我来说信息量太大 焦虑感侵蚀着我的身体 让我不断地恶心反胃 我要用1到9来形容困难程度 可能是15 要在这里有正常的心态 非常难 65名誉友 65种人格 在这里你不可能有个人空间 但是通过冥想 你可以有自己的世界 我以前是一名藏传佛教的喇嘛 从寺院修行完毕之后 我走访了很多国家 太所藏传佛教艺术与文化 自从我离开寺院 在美国安家之后 我就开始寻找自己能做的事 我的一生都为寺院志愿服务 我想我可以免费传授佛教知识给人们 而监狱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因为他们需要这些知识和信念的支持 但是却没有机会 在社区里是很少有人愿意来监狱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教服务 因为他需要有极大的同情心 并且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批判性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看重你的心 那些惹你生气 让你抓狂的人 试着把他们看成你的老师 正因为他们 你才有机会练习自己的耐心 你能这样想吗 我其实常常想到你 这真的有用 我们之间有了联系之后 他们就开始期盼我每周三的到来 有一次我一周都没有去 他们就问 洛桑你去哪了 我们都在等你呢 我就觉得好抱歉 要离开非常难 因为他们对我是如此的信任 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 能够给他们希望的人 每周都会发生好多事 来这里能帮助我 重新专注于自己 使我有力量摒弃旧事 再以崭新的态度 来面对下一周 我甚至希望每周有两次课 花季惨淡消失 我笑了几次 所以不错 要知道我进来之后 就没怎么笑过 失去一人之缘 不容我们悲伤 这就是写的你啊 今天我刚收到一封信 我有个学生 跟我上了一年的课 后来他被派刑六年 圣昆丁监狱 是旧金山最严酷的监狱 就在这片海之间 他说 我现在还在圣昆丁监狱 每天24小时待在我5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 除了一两次5分钟的洗澡时间 我7月份给你写了信 但没有收到回信 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希望你能抽空给我回信 我一切都好 嗯 他说他需要冥想 他就有一次他说 你不知道每一个礼拜三回来的时候 那一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后来我就说你 我建议你就是说 请他们写一些 他们的feedback 就是他们的感想 然后一小小的纸 很多每一个人 就是自己用铅笔写的 我很爱我的家人 嗯 我非常的关心他们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每一个人 到最后都会说 嗯 我想做一个更好的人 然后每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晚上 真的是每一次看到 我都会 自己会掉眼泪 慢慢吸气 再吐气 我非常感谢洛桑 为我们做的一切 就像他教我们的一样 在我们要拯救世界之前 先拯救自己 竹马之交 所送 金帆挂于树梢 护林僧俗纵观 请您不要投石 育友是社会的一部分 95%的育友 还会回到社会 天鹅因恋泥迟 想坐片刻停留 无奈河面结冰 只能了断念头 社会为育友们提供资源 帮助他们 也在帮助自己 也意识到 每个人都还有希望 每一个人都有 希望幸福 每个人的 各个人 每个人